出手 出手 出手用力推了一把 觀光夜市裡 女子拿著小矮凳 朝男子步步進逼 馬路鎮中間 兩個人當街大吵 男子不斷退後 閃避 但下一秒 板凳重重敲在手臂上 男子不斷搓揉 看起來很痛 但女子還是不放過她 繼續追趕 硬逼著要她去吃飯 畫面被網友拍下 引發討論 事件就發生在29號下午 台北市萬華的 吳州街觀光夜市 兩個人口角持續十多分鐘 引起店家注意 出手是 那個小姐跟兒子在那裡 爸媽跟兒子 對 他來這邊吃飯 然後就問那個 就那個男生 要不要吃東西 母子吧之類的 這個男女 當時行進到牛排館前面的時候 兩個人突然發生了爭執 而女方就拿起 像是這樣子的小矮凳 朝著男生狂K 但兩個人發生爭執 疑似權威了 要不要喝排骨湯 發生口角 店家募集 爭執過後 女子進入當地知名的 排骨湯店吃飯 男子則是在外頭等待 兩個人關係無法確認 是母子或是情侶黨 但再看一次當時畫面 希望兩人一起去吃飯 儘管依次是女方好意 才會霸道硬逼對方吃飯 但出手傷人 動手動腳 恐怕壞了和氣 再好吃的美食 也吃得一肚子氣 記者洋人士王云竹 台北採訪報導